影片和林香月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 有人说婚姻就是争吵的开始 夫妻之间吵架 就像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谁都没有办法阻挡 但是夫妻到了中年 因为丈夫不肯亲妻子的手 而妻子委屈的梨花带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画面呢 最近蒋琴琴和陈俊斌夫妇娘 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 就成功的上映了这样一段夫妻温柔吵架的画面 开始的时候 妻子想要去牵丈夫的手 但是丈夫却丝毫没有察觉 等到他再一次想要去牵妻子的手时 妻子不仅在挣脱 还很生气 到最后直接委屈的哭了 所以丈夫就只能够死尽浑身的歇数 去哄妻子开心 这让很多中年夫妻都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似乎从这对夫妻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似乎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上演这样一幕 在生活中有些夫妻一个是傲娇不满 另一个是求生欲满满 但是只要对方的心里有脸 就连争吵架都是这么温柔 在感情里有这样一句话 夫妻之间有矛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两个人完全没有沟通和交流 还粉丝太平 假装很恩爱 现实中很多夫妻啊 他们是极少沟通和交流 哪怕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但是他们也是各玩各的手机 沉浸在自己的手机里 直到最后啊 两个人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颗心也就越走越远了 那什么样的婚姻生活才算是幸福的呢 有人觉得夫妻之间永远不吵架 一辈子都相见如宾 那现实婚姻却是这样的 夫妻就算是再恩爱 也会有一百次想要离婚的念头 有过五十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 所以夫妻之间会吵架 再正常不过 有些感情看起来非常融洽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吵架 而是他们太会吵架了 他们觉得恋人之间吵架 那就是更新爱情 而夫妻吵架 那是让感情升温 因为每个人都会戴着面具生活 就算是对最亲最近的人 也一样不会全盘托出 但是吵架它就像是一面镜子 你可以在吵架的时候 把自己所有的需求都清除出来 这时候吵架它就能够有利于感情了 夫妻之间吵架就像是一场温柔的战争 只要心里装着对方 就一定不会彼此伤害 竟然是不愿意伤害 不如把吵架吵得更有意义一些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小龙 下次再见